为促进我国天文学科的进步和发展,鼓励和表彰取得突出成果的天文科研和技术人员,扩大天文学科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。 中国天文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全国范围内,评选2017年度时达天文科技进展,评选活动由国家天文台具体组织。 目前,此次评选活动已圆满结束,本次评选活动征集参选成果共计时八项,其中参选天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类的成果九项,参选技术及设备发展和工程进展内的成果九项, 以并推荐给各有关天文单位的评选专家进行网络投票,共收到了有效投票222张。 根据得票情况,评选出以下数个获奖成果,一、天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类,一、二、物质率子探测卫星,发表受益科学成果,二、中国南极巡舰望远近团队,追踪探测到以离波事件首例光学信号,三、获取百万颗恒星的质量和年龄,四、首次发现,二能量动力学在3.5G满水平的观测证据, 五、世界最大宇宙中微子数值模拟研究,二、技术及设备发展和工程进展内,一、三、望远近基本完成功能性调试,系统发现信号充星,二、应X射线调制望远近会员发射成功,并取得初步科学成果,三、泰赫兹潮导阵列成像系统研制成功,四、LAMOSD一期光谱巡舰圈满结束, 五、天马望远近通过同体验收,同类型望远近中,位列世界前三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